Hello,大家好,我是光灯厚生 好几天没更新视频了 这几天生病了 一直感冒发烧 实在是太严重了 今天已经第四天了 还是没有改善 每天早晨早早的起床 就是去书业 今天拍一个日常吧 才去诊所,去书业 今天书一天,明天再书一天 看看情况怎么样 嗓子依然是疼 烧依然是发 每天都是来早一点 有床位 不然来得晚了 一个床位都没有 只能坐着 树叶的时候躺着树 太舒服了 坐着实在是太难受了 最近这段时间 树叶的特别特别多 尤其是这种 小孩 还有嗓子依然疼 弹度 呼吸各方面没问题 就是鼻腔里特别干吧 昨天还不行呢 今天早晨 昨天晚上睡醒一觉 今天早晨 稍微改善了一点 说话各方面 声音也偏向 趋向于正常 大早晨就收到钱 其实里面有空 有时间就 有精神跟我两个人 对 收了一百多 昨天一点精神都没有 实在是没有精神 昨天晚上还不行呢 还是头有点晕 吐痰吐的厉害 快点好吧 太折腾人了 第四天 今天还是四天 早晨七点半 收 估计的收到 十一点 这样的 平均下来一个小时 收一天吧 睡觉 对 好长时间没有输液了 然后这次输液 有这个仪器 也不用看着液 在里面的液没了 它就报警 在这这这这的响 然后这护士开始 换液了 特别方便 一个人在这输液 也能安心的 休息 睡觉 第二袋 四十五分钟一袋 我热个 别着急啊 第三袋 住满了人了 最后一袋 第四袋了 现在还是头晕呢 我这最后一袋了 我这尖 好 OK 四袋 咳嗽的比较严重 树叶两个半小时 树的我直困 睁不开眼睛 眼神比较模糊 变了一个漫漫 18元的一份水饺 扫子还是不太理想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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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太咸了 今天才开始想吃饭 想吃饭我感觉就应该快好了 前两天干嘛就一点东西都吃不下 也不想吃饭也没有胃口 饭也太咸了 我以为我自己口味已经挺重的了 但是它这个饺子 我估计吃几个就得喝很多水 吃几杯 不吃蒜确实不行 吃了蒜这饺子的味道还好一点 下边牙银都肿了 可能这两天喝水喝的也少 吃蔬菜几乎每吃蔬菜 哇 我太下了 我感觉喝点可乐 这个咳嗽 缓解那么一点 不然一直咳嗽 不吃了 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天没有更新视频的原因 这一次不知道什么情况 输液的特别特别多 好了就到这里吧 拜拜